也许我们来看152吧 刚刚151 152 那分别截取长宽高 意思说打开之后 总共有几个呢 总共会有三个刮户 刚刚是一个刮户 现在是有三个刮户 三个刮户怎么做呢 基本上 也是一样 我们会希望快速的把 三个刮户 长放这边 宽 高 但如果你不会更好的方法 只能复制贴 复制贴 那如果这资料当然还好 只有七笔 如果现在有七十七百 七千 七万笔的话 我们可能 我想你应该就不会想要用 人工的方法来做 但是要快速把它做完的话 怎么做最快 其实当然 我们用fine 不过如果用fine函数的话 特别之后 fine什么 fine钱瓜糊 然后去哪边 去这边 这个储存格 然后后面fine函数的话 其实它还有第三个 我们刚刚最近使用fine函数 有没有 这个是钱瓜糊 去这边找 star number的话 基本上可以 第一次是从头找 可是如果你第二个瓜糊 你就不能又从头找 因为从头找又找到第一个瓜糊 所以怎么办呢 star number 你可能要找到第一个瓜糊的 加一个往后面找 就会找到第二个瓜糊 那如果要找第三个瓜糊就要把第二个瓜糊再加一 位置加一才能找到第三个 也是可以做完 不过公式会相当冗长 所以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顺便讲一下 如果像这一题的话 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其实有一招 资料里面有一个叫资料剖析 对 如果像这一题的话 所以有时候见招拆招 不见得说你只能用一个方法 那这一题的话基本上最快的方法用资料剖析 那资料剖析你要懂得怎么去使用它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三个放到这边来的话 第一个请你会注意一下 资料剖析你要剖析之前 请你要先告诉他说 你的资料 你要剖析的资料在哪里 所以第一个 请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OK 那选给他之后的话 再去剖析 选的话你不要整栏选给他 因为规格这个不要剖吧 OK 所以你就不要选到他 要的部分选给他 第二个的话资料剖析点下去 接下来的话他会问你 你要怎么去剖析这个资料 这个地方的话两个选项 一个是分格符号 我们有前刮户后刮户 但问题我们两个 可是他说只能一个 所以第一个方 当然你也可以分两次剖析 第一次先剖前刮户 第二次再剖后刮户 但是好像会比较麻烦 底下刚好有另外一个方法 固定宽度 那固定宽度 看一下宽度是不是一样 好像一样 位置一样 所以请各位用第二个 下一步 那他这个就问你说 那你要怎么剖 特别需要 你要给他一条线 这个线的话 前里那上面有个尺规 你就点一下 这时候就一条线 记得要点准 你不要点歪了 点歪的话怎么办呢 假设点一下 刚好点歪了怎么办 上一步吗 不用了 上面有个黑点 三角形可以移动的 这样就OK了 如果你点歪了没有关系 那再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跟他讲说 你哪些不要 不要的跟他讲 这个不要 这个也不要 这个不要 不要的再跟他讲 要的话就不要动 OK 不要的 不要的 OK 然后最后的话跟他讲说 你要汇入到目标储存格 特别注意 他预设是放这边 会把它盖掉 所以记得把这边改成C2 然后按个完成 他就帮我把资料放过来 大家会跳这个 确定 这样就OK了 这样似乎是最快的